按摩店里,少年正趴在女人的大腿上掏耳朵,抬头一看,女人身材曼妙,苏雄半露,少年忍不住,咽了咽口水,女人还在欲情故纵地撩拨,却不知男孩的真实身份,其实,是警察。 准确地说,男孩是正在读警校的大学生,他叫大江,还有个好基友叫阿俊,二人相识于备考警校的训练基地,原本只是普通同学的二人并无交集,年少期生的两人时不时地还会朝对方述中指,直到一次入学体能考试,考试内容是在一小时内爬到山顶,若是通过了此次考试,就能读警官大学。 相反,则与警校无缘,考试途中,大江意外扭伤了脚,同学们见状全都不帮忙,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考试时间,阿俊却心软,加上大江承诺会请他吃自家餐馆的顶级雪花寒牛,阿俊所幸毅然将大江背下了山。 意外的是,虽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,但女教官并没有取消两人的成绩,反而称赞他们帮助同伴的行为,也因此这件事,大江和阿俊成了好朋友,他们互相介绍着比较。 大江是因为觉得当警察很酷才考的警校,阿俊是因为家里贫困,而警校不需要交学费才来到这里。 不久,二人顺利考入警校,在这里,他们一起上课,一起训练,一起偷懒,总之无话不说。 圣诞节到了,两个许久没见到女孩的光棍,不免寂寞起来,正巧一个同学到处炫耀自己新街交的女朋友。 为了解释姑娘,两个男孩弄是用一招跆拳道,逼得同学说出了认识女友的地点,是一家会所。 顿时,两个大男孩乐了,他们练习微笑,洗澡,搭配衣服,总之要博得姑娘一笑。 这间会所果然是个好去处,里头全是扎堆的美女,两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大学生,简直乐嗨了。 可不巧的是,里头的女孩根本瞧不上这两货,要么嫌她们没钱,要么是已经有老公的。 圣诞节都快结束了,两个单身汉也没聊到一个姑娘,锁静打算去网吧打游戏,不成想,刚出门便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姑娘。 两个男孩眼都圆了,他们像是做坏事似的跟着女孩,正打算用剪刀石头布的法子选出游谁上去跟女孩要号码。 吉料金看见一辆车里穿出几个男人绑架了女孩,随后逃之夭夭,派人立刻去追,可人腿怎么跑得过车轮。 好在大江系下了车牌号,他们又迅速报警,警方倒是表示将于十分钟内抵达现场,但两个男孩也不能干等着。 阿俊着急地拉着大江去最近的警局报案,警方正在出动。 但他们不是去拯救被绑架的女孩,而是去找某个大户人家失踪的孙子。 在他们看来,有钱人家的失踪比一个寻常姑娘的被绑更要紧。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,大江和阿俊担心被绑的女孩,于是干脆决定自己调查。 根据在警校学到的知识,他们来到事发现场,并找到了女孩被绑时落在地上的炒年糕。 炒年糕是四人份的,阿俊判断,女孩一定是和家人或朋友一起住。 可惜的是,炒年糕的袋子上并没有顾客的地址,大江灵机一栋,找不到女孩的家,但可以去找卖年糕的摊位,说不定年糕小贩知道些什么。 于是大晚上的,两个男孩在各家年糕摊挨个询问,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们终于找到了对的那家摊位。 炒年糕老板告诉二人,他曾见到女孩从街对面一家便利店旁边的地下室走出来,那里可能是他上班的地方。 两个男孩一阵感激,随后找到这间地下室,他们发现这是一家采尔按摩店,看来女孩是从事按摩服务的。 他人又开始了剪刀石头部,随后有树的大江去店里调查,哈军负责在外把风。 和他们想的一样,在这里,财尔只是外包装,那里真正的是化身为性感女技师辽博客人的按摩女郎。 这不,一个性感有物款款来到大江面前,丰满的胸脯差点让这个热血方刚的大学生没把持住。 彼此同时,在外把风的阿俊发现了前来扫黄的警察。 为了保护大江,阿俊不惜对警察口吐莲花,并顺利将他们引开。 里头,大江给自己一眼光,这才把持住。 他道明了自己的来意,并描述了被绑女孩的长相。 好在按摩女郎很是善良,给大江提供了女孩家的住址线索。 寻着地址,大江和阿俊找到一栋公寓,开门的是个微微缩缩的男人。 听闻二人的来意后,竟直接跃窗而出,两个男孩察觉到不对劲,追了上去。 男人还想对大江动刀子,好在大江的空手道没有白练,直接三缆下将这人撂倒,被制服的男人只能坦白。 她是被绑女孩的男友,为了钱将女友卖掉。 买家给的名片上显示,交易地点是家养肉店。 二人折返回到被绑女孩的公寓,这里还住着好几个姑娘。 女孩们表示,他们和被绑女孩一样都是离家出走的。 原因大多是因为被家人暴力对待,听到同伴被绑的消息。 几个年轻姑娘都哭了,他们没了家人,只剩下彼此相依为命。 大江和阿俊于心不忍,他们答应姑娘们一定会带女孩平安回来。 深夜,二人来到名片上的羊肉店,这附近全是非法移民和黑帮团伙,看着就十分危险。 为了找出买家,阿俊偷偷用女孩男友的手机拨通买家的电话。 果然,店里的一个男人接了电话,看来这人就是他们要找的。 不巧的是,男人发现了他们,双方随即斩了肉货。 好在大江和阿俊公司底子过硬,轻轻松松并制服了这家伙,并顺利就男人口中混出了女孩的下落。 在某条小巷镜头的废弃楼房里,两个男孩深入虎穴,果然他们发现了许多被绑的女孩。 每个女孩都被锁在一个隔间里,有的已经高烧不退。 阿俊制服了这里的管理人,对方告诉他,他们绑架女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女孩体内的暖子,然后再高价卖给无法生育的夫妇,并从中牟利。 就在二人抱着其中一个发烧的女孩正要出去时,一群人挡住了去路,这些家伙和绑架女孩的人明显是一伙的。 大江和阿俊使出浑身解数,无奈双全难敌四手。 一番激战后,二人被火捉,身上还被画了记号,看来这群人打算取走他们的器官。 但很显然,这些家伙低估了警校学生,虽然被绑着,但阿俊和大江还是利用在警校学道的功夫顺利挣脱。 正想逃出去时,极料黑帮们在门外睡了一地,怕人不慎发出声响,惊扰到了这群人。 双方又是一阵追逃,索性两个男孩跑到了警局门口,黑帮一看不敢上前,只能退回,打算将绑架的女孩们全数转移。 大江和阿俊将女孩们被绑架的消息告知警方,让警方赶紧跟他们走,去晚了,女孩们就被转移走了。 可警方却一再要求二人出示身份证,说这是程序规定。 可大江和阿俊的手机及钱包全都被黑帮搜刮走了,根本无法证明身份。 见警方见死不救,两个男孩一时冲动,和警方起了争执。 结果被对方的颠枪制服,无奈,二人只能给警校的教授打电话求助。 教授来后,两个男孩总算获救,他们带教授去了关押女孩的废弃大楼,可女孩们已经被尽数转移。 教授深知这是一项有组织的犯罪,他表示自己会联系广于搜查队,但因程序繁琐,加上搜查队还有别的案子要处理,因此要展开调查至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。 大江和阿俊着急了,再拖下去,女孩们可能性命不保,他们希望有自己去找。 可教授却拒绝让两个乳羞未干的学生插手此事,毕竟他们现在还不是警察,阿俊急坏了,就算是学生路见不平也懂得拔刀相助。 更何况,亲眼看到那些女孩陆入魔掌,他们怎能坐视不理。 大江的心情也是一样,他希望教授至少帮忙查查绑匪的车牌号码。 见两个学生如此热血,教授总算答应帮忙,可查到的结果却是车牌号是微经注册的,要想查出车主身份就必须调取沿途监控。 还需要提前提出申请,更要等广运搜查队一个月后忙完手头的案子才能跟进。 大江和阿俊急得团团转,教授却让他们回到学校好好读书,现在就凭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 带着沮丧的心情,两个男孩回到了警校,演向他们满心想的全是被保女孩的安危。 上天保佑,班上的一个同学有关系,他老爸就是警阶高层。 阿俊问同学他爸认不认识负责监控的警察,同学却表示不仅他爸认识,他们全都认识。 原来,之前负责培训他们的女教官就是该区监控的负责人。 大江和阿俊给女教官去了电话,女教官还记得这两个互相帮扶的男孩,对他们印象很好。 男孩们说明情况后,教官答应帮忙。 在教官调阅监控期间,大江和阿俊也计划为救出女孩们做好准备,他们从装备处拧来警棍等装备。 之后训练枪术,练习格斗,锻炼体能,认真上课。 警校里,简直没有学生比他们更认真。 不久后,女教官在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。 监控显示,有辆生育诊所的车一直尾随其后,二者之间一定有关系。 大江和阿俊认定,被绑架的女孩们一定是要被送去这家诊所抽取男子。 根据诊所的休息日,两人判断后天就是这群家伙要下手的时间,也是他们拯救女孩的唯一机会。 他们判断的没错,此刻在诊所内,黑心的医生正为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妇介绍项目。 他将被绑架的女孩包装成缺钱并自愿献猪男子的女大学生,并向顾客索要高额费用。 顾客这边一答应,那群黑帮便将女孩们压上了车拼送到了诊所。 医生先是和黑帮分钱,随后给女孩们注射药物,最后将她们推入手术室。 手术即将开始,大江和阿俊必须抢时间。 他们收拾好了装备,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出现在黑帮面前。 随后便是以二条几十的打斗。 这次有了武器加持,两个男孩分分钟反面对手,黑帮同物却不死心,与两个男孩在电梯口互搏起来。 或许是正义感的作用,大江和阿俊力量大爆发。 一番生死互搏后成功制服对手,当他们推门而入时,手术正要开始。 两人喝止了手术,救出了全部的女孩。 尽管知道可能会被赶出警校,但为了斩草除根,大江和阿俊还是通知了教授。 教授叫来警方,总算将这伙人给一锅端了。 和他们预想的一样,警校开了个会,打算追究他们的责任。 毕竟在校方看来,两个学生的做法实属胡作非为。 开会之前,杨教授问他们后不后悔。 大江和阿俊异口同声地都说不后悔,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。 在此之前,身在警校的他们都是得过且过。 但经此一事,他们真正地爱上了警察这么事业,他们还想帮助更多的人。 校方对该如何处分他们,意见不一。 多数人都认为该将他们驱逐出学校,好让后来的学生不敢乱来。 教授却认为,两个学生不负警校的教导,真正学到了警察最该学的东西,抚慰救济。 如果在面对恶势力时,他们畏缩了,那反而配不上过来警察这个名号。 事实上,他很羡慕这两个年轻人,至少在他们身上,他看见了曾经年轻时候热血的自己。 那时候的他,为了与恶对抗,可以奋不顾身,多好。 校方被教授说动,最终决定不将两个学生驱逐出校,只让他们在学校里打扫卫生,做些一工一做惩罚。 大江和阿俊激动万分,他们一起朝着教授致敬,未来的他们还会一样的热血。 做一工扫马路时,当时被绑的女孩前来道谢,两个少年争相向女孩介绍自己。 看来下一段热血青春的故事即将开始,整部电影热血的有些不大现实, 但仔细想想,这种不现实的理想,不正是许多人,梦寐以求,却又失之交臂的吗? 现实生活中,我们或许无法像两个少年一样,肆意地挥洒热血。 但至少,我们可以像杨教授,在遵循规章制度的同时, 也可以在他人陷入危难时,尽一份联薄之力。 也可以像女教官,表面能酷,实则善良。 文明只带,挂官归,当年面目,君知否。 当年轻的警察们,迈入残酷的社会,步入腐朽的体制。 当他们看清了这世上的利益纠葛,懂得了人世的遍地罪恶, 说还能回首自己最初的青涩与热血。 看一看那个直见走天眼的青年警察,要有何不好?